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宇 欢迎来到缤分娱乐秀 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 缤分娱乐现在开秀 有没有声音能够让所有人都抬头呢 或许我们喜欢的音乐类型是千百种 我们知道的音乐风格也不计情数 可有一种在今天总是显得那么与众不同 那就是周深的声音 周深往往是自意让低头的人抬头看一看的人 他的声音被称作是介于女生和同声之间的魔音 被喜欢的乐迷在为天使稳固的嗓音 对周深最初的震撼来自于他冲浪时候的高音 那极高的分贝真的是让人忘记了他文文弱弱的样子 喷泉爆发式的音阶递进之后 是他真假声无线切换的空灵右扬 六年前的他还是个出场舞台的那个紧张 腼腆只会唱歌的男生 而今天的周深成为了能够独当一面 成立工作室并且举办大型LIFT成熟艺人 7月25号周深和TNDLIFT举办的线上音乐会 是周深线上六周年限定的纪念版超现场 一共47首歌曲在线深情演唱 昨晚的他一如既往的给人震撼和惊喜 一 20分钟40首OST这是什么神仙唱功呀 直播现场他说自己在线下演唱会的时候 并不能够将全部歌曲呈现给歌迷 这一次感谢TNDLIFT自己有这个机会 能够把所有的歌曲以串烧的形式一起唱给歌迷 时刻想着歌迷当周深的生命不要太幸福哦 之后就带来这场演唱会中最值得看的爆点 20分钟不停息连唱40首OST歌曲 他将这首歌取名为谢谢你听过我唱的这些歌 其中包含着荒诚度大鱼小小等经典原声曲 许多人认为影视歌曲没有灵魂也没有深度 不过是素食时代的快销品 但在周深这里影视歌曲从来都不是影视的配角 而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主角 歌手可以用自己的音乐为影视提炼概括出新的价值 可以说周深重新定义了影视歌曲的概念 在T&E Lift唱完19分钟的现象节OST大串烧之后 周深内心最大的感慨就是 这些年我的歌声一直都在电影和电视剧里悄悄的响起 想要感谢但是没有更好的机会 想感谢也没有更合适的机会 但是在T&E Lift因为你们我想我终于赶这件事情了 之所以赶在自己的六周年纪念音乐会之上 把OST影视歌曲大串烧这个创举付诸实行 也是因为周深全然信任T&E Lift的品牌价值 即使是曾经一度担心过 会不会没有人愿意听完这19分钟 但周深还是愿意与T&E Lift一起来读这一把 其实吧 T&E Lift每次的新尝试都很像是在跟命运读一把 毕竟在演出这次开始之前 谁也不敢打包票说 坐在屏幕前的那些来自于天南地北口味不同的观众 会不会大大方方的接受 此前从来都没有接触过的新生事物 但只有去尝试了才会有新的希望 可以说T&E Lift在线上演唱会这一范畴的全新行业标杆地位 这是这样一个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 随着每一场T&E Lift在院迷圈层的大获好评 更有多场的线上演出成为全网刷屏级别的示范级操作 T&E Lift的创新步伐也走得越来越坚定了 自三月份腾讯音乐娱乐集团 天一推出了T&E Lift这一线上演唱会的品牌之后 通过刘若英、五月天、陈玉逊等多场 现象级超现场的打造 T&E Lift已经超脱出了传统的线下演出形式 成功地走出了自己的路 此外T&E Lift甚至是开创了品牌加艺人加品牌的全新商业模式 让T&E Lift这一线上演唱会品牌的商业价值得到了各大品牌方的充分认可 BOSE耳机加上徐佳营加T&E Lift的 以及义达口香糖加上刘宪华加T&E Lift 雪碧加周深加T&E Lift 当优质的商业品牌优上优质的艺人 再加上T&E Lift如此优质的线上演唱会品牌 三指之间的良好联动互相加成 对彼此都将产生更多的正面的后续影响与品牌回馈 值得一提的是周深的晚安 明天见只是T&E Lift与雪碧合作的夏日限定Leaf季当中的第一场 周深开门红的头泡打响之后 接下来T&E Lift与雪碧又将找来哪一位艺人 作为限定版的突破性演出呢 明天的T&E Lift未来可期 听了旋律回忆赶扑面而来 那是一起走过的日子呢 这四十首歌当中完全看出了周深这六年以来的一路经历 之所以被称为影视GOST小王子 恰恰是因为周深每次都能凭借自己的唱功 和情绪十足的表现力将歌曲完美诠释 他这一路走来每一部都将自己的才华和努力一点的堆砌 当晚的Leaf更是如此 这一场云端演唱会在T&E Lift的联合编排之下 和内容制作之下 更是将他的音乐表现力发挥到了极致 完全凸显其气息声线的把控 在不间断的二十分钟里还是一如既往的稳 周深的现场永远是令人最期待的存在 二 从睡衣到月球这个舞台有点好看哦 音乐呈现离不开舞台周深即便是最简单的布局 也能够平时力将音乐深情诠释 昨晚的Leaf便不再只是音乐歌唱 而是一场精彩绝伦的舞台演出 舞台的点滴都庆祝了太多细节 场景设置为家 背景墙上只是9.29 是周深生日的时钟 六年来走过的地方留下的脚印 都被记录下来呈现在墙上 像是一颗颗催泪蛋指向了那个主题 此刻一起哭 这种以家为舞台表演的设置是营造出来的氛围感 配合着身穿顺衣的周深浅唱低营和婉转空灵的吟唱 给人一种体验式窒息心灵的 他还是那个处处想着歌迷的大男孩啊 那些陈类的小电视 那些温暖的船破盒 毛绒雄 那些所有所有自然温馨的舞台 氛围不片之下 你只觉得他在走向你用尽余声 奔向你在共同的家里面彼此陪伴 经过周深的天使嗓音 周深急剧感染力的舞台表现 却更是令人惊喜 三 从蒙泪点到泪点 晚安明天见 舞台上献气飘飘的周深 在音乐之外还是个中二病的少年 贼爱和粉丝有爱护怼 昨晚LIF也是唱着唱着 就开始一如既往的落开了 上过不少综艺的他也是综艺能力满满的 一如既往的特别有梗 现场连线大家互动不停 富士逢这个高考成绩刚刚宣布 他也和大家从高考聊到了梦想 这种偶像和音乐迷的落家常陪伴感 真的是能够击中我们广大乐迷的嗨点 直播弹幕流言快的飞起 大家也在不断的cue互动他 演出当中中间穿插着读曲歌迷流言 当读到感人祝福语的时候 他热泪盈眶和大家一起诉说 这六年的心路历程 在舞台灯光的映照之下 周深眼中的光和温柔的声音 让这一场演唱会有格外的治愈 那些曾经的困难 在这场惊艳的舞台中 都化为了闪动的泪光 从某点到泪点 情绪高潮起伏 你除了爱他除了赞他 你还能做什么呢 四 追行梦想的小王子 周深是娱乐圈当中独特而又珍贵的人 他的嗓音独特 他的音乐想法同样珍贵 正如他声音中爆发的巨大能量一般 周深在音乐领域的探索和创作 也在以巨大的能量前进 对歌手周深的认识 一直停留在歌手之上 一开口那纯粹而又温柔的声音 有着宁静时令人沉溺 高昂时又令人热血翻涌的魔力 分分钟令人着迷 云端的飘渺而在TUNE LIP演唱会的周深却是一席睡衣 随意慵懒那句 哦 歌一出如低头温柔的呢喃 一般的宠溺感像是 只给唱你一个人听 不断成长不断探索 周深的声音没有边界 周深的音乐想法也从不止步 他在成熟我们在陪伴 六年里他保持高产的同时 手手都是精品 在各种唱法中将自己的天类发挥极致 另一边又充实通告 在歌手青春好游记等综艺节目当中 做那个天真的小孩 不断将自我展现给市场 为自身音乐道路拓宽空间 无怪他能够成为 湖岸乐坛最受欢迎的男歌手 这样的周深他撑着上也值得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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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